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10月16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虽然这个周末有关于融券限制收紧的利多出来,但从上午看,市场对这个消息并不怎么买单 目前的情况是,北京已经摆名车马,要把市场拉上去,但市场总缺乏一个上去的契机,虽然还不敢说明天会怎么样 但从上午的情况看,下午护身指数的跌幅大概率会收窄,如果下午指数跌幅确实收窄,那后面可以重点留意指数跌幅收窄期间,哪个板块的涨幅最大,并以此来作为后面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 另外,今天上午,美国媒体传出,说拜登正在考虑这几天要出访以色列,如果消息确定,那么这或许就意味着,美国大概率搞定了伊朗 因为目前的情况是,如果以色列只适合哈马斯发生军事冲突,那对国际市场基本不会有影响 如果以色列适合哈马斯以及真主党发生军事冲突,那对国际市场会有小幅影响,油价大概率会维持在85上方 但如果以色列适合哈马斯、真主党以及伊朗三方同时发生军事冲突的话,那对国际市场会有大幅影响,油价必定来到150附近 假如上午美国媒体的这个消息属实,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,美国大概率已经搞定了伊朗 这样一来,加沙冲突对市场的影响,就会开始逐步消散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 date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